黑暗看老师在台南在昨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警 这个是发生在新营区的中正路 一间透天住宅在昨天下午发生了火警意外 当时候火势非常的猛烈 那屋内有一名妈妈和一对儿女受困在二楼的浴室 那这个消防人员入内抢救之后 三人经过送医 三岁女儿虽然恢复了生命迹象 但还在跟死神拔河当中 不过这妈妈跟儿子已经不幸身亡 民宅冒着熊熊大火 大量黑色浓烟不断往空中凸窜 消防人在现场不首先灭火 防刺外观被熏得一片焦黑 目击民众当时还听到受困民众的呼救声 台南市新营区中正路 一处四楼铁皮加盖的民宅 二十五号下午两点多发生火警 第一时间一楼起火冒烟 三人受困其中 警察获报立刻前往抢救 在二楼的浴室搜救到四十岁的妇人 还有一名五岁小女童 和三岁小男童 救出来的时候 她是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 他们判定可能是在洗澡 所以她可能一时 一刚开始如果有察觉的时候 她可能也没有办法 马上出来这样子 三人到日前都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结交后女童已经恢复了呼吸心跳 另外两人却不致身亡 那后续火灾原因 交由本局火灾调查车调查 这名夫人的先生当时在外工作 同住的其他家人也刚好出外旅游 没有其他人在家 不过为什么会发生这一起意外 还有带火吊人员进一步调查 记得收听由华台南报导